那我女兒那時候 在國二的時候 她有一次就說 媽咪 我跟妳講 我三個月MC沒來 然後妳三個月沒來 也不太誇張 不過大家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 醫生就會問嘛 就問她說 那妳是不是最近作息不正常啊 然後我說沒有耶 其實妳們都在家裡 然後她就說 對啊 就三餐正常啊 上課 然後回家就睡覺這樣 她說那妳是因為考試壓力大嗎 那因為我女兒念的是那種 就是她念的是國際部 所以其實沒有所謂的 考試這個件事情 就是寫報告 我女兒說也沒有 她就我沒有什麼覺得還好 然後還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發現她跟同學在講 她說你知道嗎 那個英文報告 真難寫 我已經兩個月都想不出來 我們下一個月就是 再過一個禮拜 就一定要交了什麼 我就聽到 我就說 妳這報告下禮拜要交 那所以這兩個月 都在為了這個報告再緊張 傷腦筋 對 然後她就說 對啊 因為那個很難啊 什麼... 那個分數又占的比例很重 看不見 又要用英文寫 剛才醫生問妳 這個就叫做壓力啊 妳不知道這叫壓力嗎 她說這哪是壓力 又沒有考試 我覺得還好啊 然後可是後來 等到報告交完 一個月 MC就來 媽咪 我MC來了 我說對 妳看 妳前面那個就叫做壓力 小孩不會知道 小孩會不會不懂 不要說小孩 現在很多大人也不知道 莫名的壓力是哪來 對 所以常常有去看醫師的 醫師都講妳壓力大 有嗎 其實要詳問事情 才跟他講哪件事情是壓力 來 我們看下面 每四人就有一味鼻炎鼻過敏 好難根治 基本上我們就有統計 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過敏 小孩子更多 三個就有一個 我最近就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二十幾歲的大學生 之前就是要去綠島玩潛水 坐車到台東的時候 他就發現奇怪了 我常常打噴嚏流鼻水比賽 可是這時候鼻涕變得有點綠綠的 他有時候不以為又覺得 可能是小感冒啊 或者是一點點輕微的鼻痘炎之類 去潛水大家都很開心 第一天晚上隔天起來的時候發現 一個眼睛右眼整個腫起來 大家就覺得說 這時候大學生就是有一個個性 就是大家都會互相嬉戚笑罵 說你是不是昨天偷看誰洗澡啊 什麼之類的啊 然後是不是長睜眼啊 然後他聽了就覺得 這個好像長睜眼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 然後我就想 好像我們就把這三天撐完 可是過第二天第三天越來越不對勁 因為眼睛越來越腫 越來越痛 然後看到他眼睛其實腫到就是 已經根本就不是真眼 他眼皮根本就是好的 他是從裡面腫出來 而且發現他眼睛看東西有 就是右眼已經不太會動 然後所以看東西會有兩個影子 然後我緊急請他去醫院 這個就是說 他的鼻痘眼已經跑到眼睛裡面去 對 因為我們講一下鼻痘是在哪邊 鼻痘其實這是我們 眼睛其實是在這個位置 這是我們鼻子 鼻痘其實是覆蓋在眼睛的周圍 像這邊就是有一個鼻痘 這叫上汗痘 然後這是上面這裡有一個鼻痘 然後眼睛裡面 眼睛旁邊跟鼻子中間也有一個鼻痘 那個因為壓力太大 衝過去那個眼睛那個隔板 就跑到眼睛裡面去 最後就是咬住他那個肌肉啊 讓他肌肉就是太腫了 沒有辦法動 對 這個就需要緊急手術 把那個濃眉游出來 天啊 對 所以就是這個要注意 就是有時候過敏跟感冒 其實是一線之隔 因為你過敏的人 的確容易感冒 對 感冒真的不能潛水耶 那個好危險喔 對 沒錯 壓力很高 又塞住 像我之前就是去學潛水 結果因為 因為那個我是長期性的過敏體質 我鼻子塞住想說沒事 就沒有辦法平衡 然後就直接下去 結果我眉骨跟我的頭都痛到爆 到那個岸上還是暈很久 然後後來我朋友去潛水 他也是因為沒有平衡耳壓 一上岸就直接流鼻血 這個潛水 這個其實叫做 氣壓力傷害 對 因為我們潛下去的時候 我們其實身體裡面 有很多空腔 裡面是充滿空氣的 然後空氣遇到壓力的時候 它會縮小 對 對 所以你要用那個 平衡耳壓去平衡它 對 或者是那個 又做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姿勢 然後讓你平衡你的壓力 可是你在底下 在往上的時候 你的氣體會膨脹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 有時候會把你的黏膜給撕裂 我們最怕的就是 沒錯 那個壓力的變化太大 然後很多的那個壓力 都會在我們上面的 耳朵鼻子的地方做釋放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塞住 或出現問題的話 你沒辦法釋放 真的會導致致命的問題 真的 真的 而且它說五米的時候 就要停個幾分鐘才能上去 對 因為你想 十米就是一個大氣層 你下到二十米的話 那個壓力是很大 一定要降那個耳壓 對 他本來沒有壓力了 他現在知道開始有壓力 真的 而且他現在變得很大 我今天還可以坐在這 我還活著 所以不吃著沒有壓力 吃著更不... 壓力壓力就大 我之前到瑞士去念書 那邊空氣非常好 可是回到台灣之後 你真的感覺到 剛剛講到的圍塵 那種污濁的感覺 一上來之後 我鼻黏膜整個開始增厚 增厚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就是它直接擋住我的氣孔 但我覺得真的是 醫生照進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整個 直接擋在裡面 所以他就建議我就說 可以做一個鼻黏膜的手術 把它直接切除掉 那當時醫生就跟我講說 大概可以維持 一到三年左右的時間 我就樂自自的做完了之後 真正的感受 那種呼吸暢通的感覺 但好景不長 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後 它又開始長回來了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本身的過敏體 不太嚴重了 所以它這個馬上就是因為 會季節性到了之後 它又再復發 所以建議我 也許可以再做第二次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要來回到底 這一輩子要做幾次 所以後來醫生就說 如果你真的不想再做手術 你就先吃藥好了 所以誠實的來講 我的過敏體質到現在都沒有根治 我就只能一直靠藥物 來去做這樣子的 醫生這樣 真的只有這個方法 我要澄清一下 其實 澄清一下 這個 這個要澄清一下 其實圖傑 做的應該是做叫做下鼻甲的手術 我們這裡是下鼻甲 這鼻子裡面就是最容易佔滿 我們鼻子裡面 呼吸通道的地方 然後我們做的是 其實是把裡面的黏膜要保留 然後把裡面的鼻都縮小 縮小之後 你就會呼吸得到空氣 可是我們的原則是 讓你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所以術後 你其實要自己保養 我建議就是可能要 做一些 或者是你真的過敏很嚴重 可能要 讓你鼻子消炎 不然你一直吸到台灣的空氣 就是你一直刺激你的鼻子 所以你鼻腔衝洗跟鼻噴劑 就是盡量就是讓你鼻子不要發炎 才比較不會復發 我有一個患者這樣一個重年男生 他有一次轉介來 我們戒嚴門診要做戒嚴 他本身有三高血壓 血糖 膽固醇都在控室當中 我了解他說他戒嚴的動機 他就發現 他爸爸是那種 比較在年輕的時候 就有這種心肌梗塞的問題 叫早發新冠心症 然後小朋友也是過敏體制 我就說那你一定要戒嚴 不然你這樣子 家裡面鋪吹在二手煙 三手煙 你對於自己的健康也很不好 你趕快加油 他就跟我說 他的困擾是因為這樣 太前曾經戒嚴過 可是他只要 因為他本身是過敏性鼻炎 他只要不抽菸的時候 他說 他早上就整個鼻子都塞住 然後所以就頭暈頭重 不能工作 其實尼古丁是沒有錯 會讓我們的鼻黏膜 暫時去那個充血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 在抽菸的時候 鼻子比較通常 那耳鼻歐科醫師 也有出來糾正說 這完全講法是不應該的 因為那些尼古丁 或裡面的膠油 或那些毒的物質 長期會讓你的鼻子 更過敏 更脆弱 破壞更強 而且會傷到你的氣管 所以這樣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我就說你應該是 我們兩邊同時進行 我們找辦法去處理 你的鼻子問題 轉給尼古丁科醫師 那我用戒嚴的藥物 幫助你讓你的戒嚴過程當中 你的戒斷過程很舒服 你就會更有動機去戒嚴 後來他去尼古丁科醫師 那邊檢查發現 他根本就是除了鼻過敏之外 有很嚴重的 總共兩邊鼻子有開刀 取掉了九顆鼻息肉 所以當然你的鼻子會塞住 所以他的鼻子只剩下 他鼻腔只剩下大概四分之三到 四分之三都是塞住了 所以你當然鼻子都沒有空間 你把鼻息肉開刀完之後 正確做一些鼻沖洗 然後用一些藥物保養 然後同時配合戒嚴 之後他嚴也戒了 鼻子也通了 其實就是說這個鼻子過敏 有的人他因為太頻繁了 所以有的人會變成 自己會自己當醫生 自己去用藥 我自己的病人是 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女生 然後戴著口罩來看我的診 那他來是要看 他的鼻子跟這個整個臉部是腫 是整個腫到這邊來 就很擔心他呼吸道會阻塞 所以一定要收住院 他從二十多歲開始 他就開始有這種過敏性鼻炎的 這個狀況 那之前看醫生看醫生 就這樣看看看也懶了 後來發現醫生每次都給他固定 開一個噴鼻子的那個藥 那大概這樣子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開始自己當醫生 自己去買來噴 結果噴一段時間之後 他後來又被診斷 又噴越來越沒用 然後他就去被再去看了鼻喉科 就被診斷大概三十幾歲 就被診斷 萎縮性鼻炎 他又斷斷續續 只要一不舒服 就自己用藥在那邊噴什麼 因為他覺得看醫生很麻煩 結果住院之後 他這邊一直腫脹 而且腫脹之後 住院隔兩天開始發燒到 大概四十度左右 白血球低 又發高燒 那當然要懷疑 要嘛就癌症 要嘛就自體免疫的疾病 所以我們也很認真的 幫他做一些癌症的篩檢 跟切片什麼 都找不到 然後折騰了大概快兩三個禮拜 直到後來就是說 他好像症狀稍微緩解一點點 然後就讓他先出院 結果出院當天下午又掛急診 又開始發燒 然後後來最後的第六次切片 才在他的鼻子找到一個叫 T細胞的領巴癌 這個T細胞領巴癌 一般是怎麼來的 它就是屬於病毒的感染 一般很有名叫EV病毒 跟HTLV1病毒 因為他長期使用這個噴機 他破壞他本身的這個防禦的結構 所以又再加上這個病毒感染 才讓他產生這個比較少見的一個 免疫細胞癌症的狀況 雖然說有些乘科顧疾很討厭 可是可能就是你跟這一科的醫生有緣 你還是要常常規律回診 不要自己就買藥就噴 買藥就噴 搞到後來把自己的生理環境都破壞掉了 就得到更不好的一個結果 那目前這一種免疫細胞癌 它的化學治療是有用 可是畢竟案例少 所以他會只能就是說 用試驗性的藥物 沒有辦法一個很標準的治療 對 因為量少 他不能去做那個藥或培養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